重庆的这个燃气的事情 费费远 我也前几天发了一篇视频来讲这个事 同时呢 提及我在上海的这个煤气消费的情况 我也感觉很奇怪 哎 怎么我的费用好像不像他们成都或者济兰人说的那个价格那么明显那么高啊 结果呢 搞下来这个北京的天然气价格是两块六磅三 上海的天然气价格是三块钱 而到了济兰居然是三块五 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叫一时掀起千层浪 好多人都突然发现不对 我们的这个价格是有问题的 虽然重庆啊四川那边的表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价格有问题啊 好多人都说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天然气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啊 那 圈在全国各地也不知道各地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 当然 很多网民在评论的时候也在说 有调查显示有80%的人支持天然气价格上涨 这80%的人是谁呢 这个涨价的事情还会继续吗 那所以重庆这件事情啊出来之后呢 也许对于天然气价格的稳定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好处 网民在下里面就会这么高啊 有什么事要可能会不及吗 网民在下里面就会有什么事啊 网民在下里面就会有什么事啊 网民在下里面 和奇怪网民在下里面就是张�瓶吗 网民在下杰瓶吗 感谢观看